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遇见你的那天气 我就知道你这叫做爱情 空凛 初音音了 比起校服大赛 她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做吧 就是 初音音还是先想想怎么通过考试吧 拿不到面试名额 就算校服大赛得了冠军 也是浪费啊 你怎么还生气了 什么破学校啊 考试成绩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了吗 考试成绩可以能代表一切吗 我 是不是病得又严重了 不仅失忆 还有精神分裂的风险 我觉得还好吧 你还要怎么回事 行吧 我行吧 你也不知道没人家的工作 你家超级歌王演唱会的巡回门票 想不想去 李白 你怎么这么不思进取啊 你自己一个人堕落就算了 还要拉着我一起堕落 走吧 去看演唱会 太开心了 李白 谢谢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要赶快回去学习 你不是说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吗 我呀 在青藤当辅导员 平时工作也不太忙 我特别喜欢跟我的学生在一起 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啊 我能感受到我少女的那种纯真 毕竟人家才二十八岁 跟他们也没什么隔阂 你说是不是 客人需要点餐吗 没事 没事 来 来 来 初音 过来 盛老师 我哪里不对吗 你这妆画得这么浓 不行 我没有画呀 李白 过来 盛老师 昨晚休息得不错吧 这头发不行 在学校 不能抹着有的没的 施老师 我真的没化妆 我天生就 就长这样 先不说这些 昨天晚上的事啊 你俩别说出去 昨天晚上什么事啊 相亲 二十八岁 估计人家老头会告他吧 站住 你们站住 哪个班的 站住 当初少女的那种单纯 毕竟人家才二十八岁 他说他自己二十八 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笑死我 二十八 他还没嫁出去啊 我就说吧 他那么凶一定很难嫁 我告诉你妈 是老师去相亲 而且对象是个老头 真的 好 这是昨天的作业 请过目 不会是队友答案直接敲的吧 你相练的 在啊 我记得我昨天没取下来过啊 没了呢 没有 你昨晚去哪儿了 我想起来了 昨天在餐厅被石老师发现 然后逃跑的时候 逃 好像逃丢了 那项链肯定值不少钱呢 怎么给弄丢了呢 丢了就丢了 那个项链也不怎么值钱 丢了就丢了 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那条项链 很贵吗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那个 我昨天晚上拉了一条项链在这里 请问你有看到吗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已经打烊了 而且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如果说发现的话 我们会交给经理的 我们不会拿走客人的东西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 那条项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我再找一找 或许落在某个角落里了 那好吧 那你再找找吧 谢谢你 对不起 好想你 想和你分享身边发生的事情 丢了就丢了 那个项链也不怎么值钱 丢了就丢了 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那条项链很贵吗 嗨 嗨 徐老师 这是昨天的作业 请过目 你放这儿吧 好 那个 这一次的讲义条件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想 我想参加校服大赛 这次的奖励能不能是 你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啊 我们一起称霸青藤 你来晚了 昨天为你答应你 给她当报名了 你不是说不 你 空凛也是为你好 你还是安安心心把成绩提上去吧 校服大赛就交给我们吧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她这是哪个神经大错了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自己又不是不可以参赛 等我拿到冠军 你就知道后悔了 小儿 像这种比赛啊 咱们学校从来都不重视 也就像青藤那样的学校 能搞出新花样 校领导啊 还是希望把精力啊 放在实际上的事 多给你们找一些创业的机会 朱老师 并不是我异想天开 是夏儿她想报名参加这次比赛 夏儿 她自从失忆以来 整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也知道的呀 也不知道 还有多少钱呢 没有被发掘出来 万一有这方面的才华呢 一不小心获个奖 也是给咱班争光 给咱全校争光呀 夏儿她 太惨了 她的爸爸住在养老院 还得靠她赚钱 她现在还失忆了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 生活这么艰难 本来能给她的机会就不多 如果 如果能抓住一个也好呀 行 回头我跟校领导汇报一下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能够开发夏儿的潜能 对她是个好事 谢谢朱老师 夏儿她下辈子做牛做马 也会感恩报答你的 行 快去上课吧啊 夏儿要参加校服大赛 她那双拿菜刀的手可以吗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她的那双手 已经不再属于菜刀了 那是一双灵巧的手 值得通往更广阔的未来 但是她又没有学过服装 知道怎么设计吗 她以前也没学过英语啊 你看现在呢 对 奇迹是会出现的 我们要相信 有被天上掉下来的陷阱 砸中的可能 喂喂喂 是夏儿饼 不管什么 总之为了夏儿 我在所不惜 你是在说英文吗 天哪 冷少居然在说英文 比较好 比较好 吓死人了 我一定是在做噩梦 什么噩梦呀 这就是夏儿的功劳 能让冷少这种蠢材 开口讲英文 说不定也能做衣服啊 奇小儿 你说谁是蠢材呢 别看我这顺势美严 你以为我光靠脸吃饭的吗 现在不是讨论蠢材英才的时候 我们应该弄一些资料 给夏儿做参考 对对对 我家里有很多当机热款造型书 里面有很多时尚的造型 可以给夏儿当作参考 好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走 你看 就是她 她呀 讨厌鬼 是啊 高手 恭喜你挑战成功啊 我找人做的这个加密网站 用的就是微博后台系统 看来黑金微博你也好吗 最近有谁找你黑金微博吗 有啊 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我可以花比她更多的钱 职业操守 我不是来跟你道歉的啊 我只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 你干吗不跟我一起参加比赛啊 我没有不愿意和你参加比赛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把精力 放在学习上 而不是去看演唱会 参加什么校服大赛 我 我只是想赢一次 那条项链 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 对你来说 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 你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失忆了 这是你现在最好的借口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怀疑我 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么的无畏的努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一切 甚至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现在的我 在你脸真的这么差劲吗 一口一个跟以前不一样 回忆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好 如果你真的失忆了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互相伤害一次了 太 太没有风度了 居然对女生这么粗暴 喂 吵什么回忆啊 我们就应该小时候现在生活 走啦 我带你去 关你屁事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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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妮可 你这做了多久啊 你没做多久啊 很投入啊 要和许空凛一起比赛 心情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也没有啊 就跟其他比赛一样 我看可太不一样了 去哪里是比赛 分明就是约会的最佳时机 哎 你就不能正经点 我也想有个喜欢的男生 陪我一起做做设计 聊聊人生 你可以去找袁野啊 你不是对他 妮可 你别瞎说 像袁野那种只会打球的野蛮人 怎么可能会懂这些啊 你可以不用跟他设计校服呀 你就给他打球就行了 他喜欢的是你 我 我就算了 没空跟你说这些 我还有药理事要做 希望你这次成功 同学们 我来宣布一下 这一届校服大赛的规则 我们每个班呢 都要在一周内交出三组 设计稿进行甄选 每一组包括 春夏款常规制服 男女装各一套 运动款 男女装各一套 吕老师 我和许空凛 愿意代表咱们班参加比赛 并且已经在着手准备了 我们有信心为班尽您的荣誉 我们有信心为班尽您的荣誉 这样也好 那就请参加比赛的同学 自行调配好学习的时间 不参加比赛的同学 也可以在学习之余 帮助参加比赛的同学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班的集体荣誉 吕老师 我也想参加比赛 初音音 积极参赛是好事 可是你一个人参赛吗 吕老师 我愿意跟初音音搭档 吕老师 我可以一个人参加比赛 初音音 你不妨考虑一下李白同学的建议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力量更强大 吕老师 我想借这次机会 找找以前的感觉 虽然现在的我 跟以前的我 确实差距很大 但是 我也不想总是 麻烦同学帮助我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那好 那你也着手准备一下吧 嗯 来 为什么不想让我和你一起参加啊 许空凛都跟李妮可搭档了 你为什么还要脱离组织单独行动啊 李白 没开玩笑 这一次我真的很想赢一次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差劲 所以我想看一看 我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程度 你坐我的位置了 你坐我的位置了 这么积极啊 做这些校服 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你懂什么 别以为这就是做衣服消遣消遣那么简单 哦 我知道了 跟明儿有关系吧 既然知道 就不要占用我的地方 让开 你一定要跟许空凛一组吗 我觉得会不错 要不然你跟我一队吧 你有病吧 我觉得我的提议很合理啊 反正许空凛对你也不冷不热的 你说谁不能不热 我只是觉得这次校服大赛 也未必能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就不怕你白白辛苦吗 谢谢你的好意 我也是对你挺服气的 你这么跑来跟我说这些话 就是为了让初音音跟许空凛一组吗 要么就说你伟大 要么就说你蠢 嗯 我觉得你应该是后者 这么说的话 哎 那我们很像啊 我懒得理你 你还是把时间 拿去说服初音音跟你一组吧 好 放心吧 一定会的 到时候就看我们青铜双煞 通出重围 决战校服大赛巅峰了 好啊 那你们加油 我等着你们把我和空凛 批击下去呢 那空凛真恶心 你就坐这儿吧 位子让你了 喂 许空凛 来 这是我准备的东西 这些年的校服趋势 几乎都在上面了 对于功能性 和外观的一些总结归纳 我也做好了 你先看看 有什么不好的再告诉我 你开始办就好 那怎么行 我们是一组的 这一次你是主力 我只是辅助 你报的名 可能你比我更想参加这次比赛 这是个好机会呀 对名额有帮助的 所以你多表现就好 名额对你也很重要 难道你不想要了 我不重要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会辅助你 没关系 可能你最近太忙了 还要浪费精力 给初音音补课 你需要时间给自己 我理解 校服大赛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会替我们想办法的 喂 是我 喂 是我 吃晚饭吗 这也太丑了 这也太丑了 丑 夏儿 这可是我在我们店里面 拿得最好看的 哪里好看了 你就将就将就吧 我们本来都没有机会 参加这个比赛的 要不是你连赛获了奖 朱老师也不会破例 让你参加呀 是吗 既然要让我参加比赛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因为你傻呀 朱老师不知道你 我们还不知道你吗 设计这种高端的玩意 你哪儿懂啊 我们是为了帮你 朱老师这次也只能死马 当活马医喽 怎么可能 我相信夏儿的天赋 她能看出这些丑 就说明她比我们更有眼光 夏儿 你就听夏儿的吧 毕竟你平常出街的造型 都是她帮你搭配的 还有我啊 夏儿 我们一定对你不离不弃 挺你到底 这个 这个 还是这个 那两位请稍等 姨子啊 主动请老爸吃饭 想 想通了是吧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 就想请你吃个饭不行啊 你是我女儿 我太了解了 能主动请我吃饭 要没有什么事求我 那简直天方夜谈 快点 有啥事求老爸 你有做服装生意的朋友吧 介绍几个我认识 有啊 好几位呢 都是 什么事你说 学校有个比赛 比赛 不行 怎么不行 你想啊 爸送你上这个大学啊 是以后有大出息 能帮上我 你说咱家那企业那么多 你上哪个部门不好 不比你以后卖衣服强 还是服装比赛 那能挣多少钱呢 你知道现在全球首富是谁吗 你太小想你老爸了 我是做生意的 你分国内和国外 香港李嘉诚 国内啊 马云 但是我说的是目前啊 不久的将来 你老爸可能就是榜上有名 国外的比尔盖茨 你还想知道啥 阿玛西奥奥尔特家 什么 什么家 一个西班牙卖衣服的 你还穿过那牌子 叫ZARA 一个做衣服的能成为世界首 首富 爸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看咱家那些 什么美容呀 足疗呀 还有健身啥的 它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吧 但是饮食和衣服 那是每天的必备品 你想一下其中的差异 姑娘 行啊 这老爸没看出来 你这真是没少学呀 就冲你刚才这话 证明你有思路了 这个忙老爸帮定了 现在就给你打电话 你们干吗 你们干吗 这 这 这什么意思啊 我男朋友 昨天去人才市场招聘工作 多亏了在夏儿那 突击学会的英语 得到了实习的机会 夏儿在哪里 我想跟她当面道歉 不用不用不用 我对夏儿向来淡泊鸣地 这种事情呢 就不用当面跟她说了 再说了 夏儿最近有位校服大赛的事情 操劳着 没有事情计较你们这些琐事 她要参加校服大赛 是啊 她会做衣服 你有质疑 她不会做衣服 我会呀 你们可别忘了 我是什么专业的 挖掘机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 如果夏儿有需要 我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帮她出出主意 那就不用谢 不用谢 谢谢你们了 这你设计的 这是我爸爸的朋友帮忙做的 所有的款式和面料选择 都是最好的 针对校服的特殊性 我还有一个设计 不过你放心 我爸爸的这些朋友 都是服装业的资深人士 我觉得 我们已经是半个冠军了 我的意思是 你这样 是破了比赛规则 我觉得不是啊 因为主要的理念 还是由我来主导的 如果我们这次是冠军 杂志封面一定要好好排 我让他们理一个 最贴切的题目 一定会给我们 名单审核部分 加不少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妮可 这个比赛本意就是 让我们学生自己参赢 就是发挥我们的创造力 你找专业人士来帮忙 这是欺骗行为 那如果是 学过服装的学生 来参加比赛 是不是也是欺骗行为呢 我不过是参考了一些意见 再说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吗 其他学校的学生 甚至把设计师的稿子 拿去比赛 所以啊 过程怎么样不重要 只要比赛拿到好的成绩 可以给出国申请学校 加分就好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不如就别参加比赛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 花点力气去贵了考官呢 你就一定要这样对我吗 如果你不这么做 我一定不会这么对你 既然一开始没有拒绝比赛 就应该拿出点比赛的态度来 你现在这样什么意思 比赛是李妮可一个人的梦 她现在做法 已经把比赛变得不是比赛了 不管她用什么做法 她都是为了你们两个人考虑 在她眼里 你和她是一个组织 你可以什么都不管多了 但她不行 李妮可也许方法也不错 但是她只是为了赢得比赛 赢得办法那么多 她偏偏选最不应该的那种 所以你就不管她在背后 有多少努力呢 你还是这样 这么以自我背中心 根本无视别人的付出 你是来翻旧账的 我只是以为这件事 你会吸取教训 但是你没有 如果李妮可都放弃了 那你就真的完蛋了 我真的不明白 李妮可那么骄傲的人 为什么会对你这个自私的混蛋 那么地宽容 如果失忆的是她就好 这样她就不会为你无谓地付出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不用了 你又不是我爸爸那些专业的朋友 帮不了我 其实不用他们帮忙 我们自己也能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能保证你能拿冠军吗 没有 但是我们试一试总是可以的 我不要试一试 我要百分之百赢 赢不了又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们在其他审核环节 补上不就行了呀 一个环节你说不重要 其他环节你也说不重要 那有什么是重要的 这些环节都不重要了 你还拿什么拿名额 在你世界里面 名额真有那么重要吗 你以为我是为了名额 我还不是为了你 这些准备我自己来吧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可以告诉我 如果是你想法的创意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帮你的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想法 你会帮你 木头 木头 还行吗 什么 设计 这个 我就是觉得 我灵感实在太多了 然后一下子呢 全部都涌现出来 不知道决定 该用哪个好 是不是要跟我说一说 我帮你筛选一下 你 你要帮我 不需要 你不是跟你妮可一组了吗 你这样帮我 会不会不太好啊 她不需要的帮助 那我也算了吧 我说了 这次我想靠我自己 我想看看 我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来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音音现在很需要帮助 为什么你不能继续发言 你死缠烂打特长呢 我尊重她的意愿 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是不会强加给她 你在指桑骂槐吗 我是直接在指你骂你 我怎么办 我怎么了 强迫一个人去找什么回忆啊 这不是强人所难的吗 说不定初音音潜意识里面 就是很想忘记的 你懂什么呀 你肯了解她吗 我是不了解 但是我会试着了解 而不像你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自己体会吧 你别 你别挡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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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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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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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回来了 你吃饭了没 没呢 冰箱里面有外卖啊 你自己热一下吃 不用做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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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这几天学习也挺累的 最近你都不用做了啊 快 歇着去吧 你看看 我现在去 Когда你打一下 我现在说是不在我的 你不是说那些儿子 就像是一样 你们没事吧 你自己的村里 老大 我们当在你的村里 咱们 我看你 好 依依 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我也只是随便问问 毕竟啊 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 我和空凛一组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力量大吧 那你们加油 好啊 你也要努力哦 你干吗 空凛 我来问依依是不是需要帮助 我看她一个人挺辛苦的 是吗 那你以后也要辛苦一点了 什么意思呀 我退赛了 你为什么要退赛呀 我不想以那种方式赢得比赛 哪种方式呀 战胜初音音的方式吗 你不忍心了 那我怎么办呀 对不起 你别受我影响了 你继续参赛吧 许空凛退赛了 那你可怎么办 不知道啊 应该会找人补空吧 你们有谁要加入吗 都帮帮妮可吧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妮可 你来了 我们替你想办法呢 想什么办法呀 帮你找搭档啊 许空凛不是都退赛了吗 不用了 我也退赛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共进退呀 可是 这样你就失去了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呀 妮可还需要证明自己吗 但是 我们得到了一次 看初音音一个人出丑的机会 呵呵 你是否觉得人生太顺利不真实 所以要给自己制造点障碍 证明自己活着呀 搞什么校服大赛呀 初音音适合的不一定适合你呀 你就适合在郊外的天眼上 旋转跳跃不是吗 真神经搭错了 还搞这么一处 我讲经啊 这不是初音音吗 初音音睡着了 看来是莽足的劲啊 她以前啊 可是随随地面什么事 都能做好的 这就是天赋 什么呀 不用努力就能做好 天才烧 真是听够了 我就不信 我还能比不上年 这是爱的呀 这是爱的呀 干吗呢 你不用着急 有我呢啊 你看 虽然你不需要帮忙 但是我已经主动帮你 画好了几套设计稿了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设计图啊 你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 怎么样 你这什么东西啊 你这也叫设计啊 喂喂喂 喂 这鬼都是我熬夜画出来的 真是 你是抽象画看多了吧 你这些鬼画服 连我都看不下去 就这个还带专家比赛 你就赶紧知道交稿了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 那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吧 你要是真的很有空的话 那就随便你吧 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申请协助初音音参加比赛 已经有人填补这个空缺了 我们有外援 谁呀 是你们上级的师哥 林佳音 初音音 本荣幸能够跟你参加比赛 不知道是谁以前 总是用那个眼神看人家 什么眼神 仰慕的眼神 仰慕的眼神 我仰慕他 你 是在吃醋吗 原来就是喜欢初音音 喜欢就去追啊 干嘛费那么大的事 我喜欢夜晚看星星 我喜欢夜晚看星星 它眨呀眨想谁的眼睛 今夜的风吹得很静 心情也很平静 听得见以前的声音 听得见以前的声音 回忆就像夏天的风铃 被风轻浮化出的风景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扎呀扎 让我最动心 那时我们笑得多开心 感谢 感谢命运 我们曾那么靠近 曾在彼此的心里 留下那么多的痕迹 也感谢你 多少第一次一起 敬礼 感谢你 纵容我和我的任性 满天的星星 都是你的眼睛 微笑着蜻蜓 望着我却不靠近 再没可能 把过去唤醒 所以我只能 只能在心里想你